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背叛女儿的父亲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2018年年初的一天晚上 正直刚安排孙子睡觉 邻居李大妈就急匆匆地来敲门 说你女婿焦玉成正在医院抢救 正直听了大吃一惊 女婿晚上是跟朋友吃饭去了 怎么送到医院抢救了 她就急忙问怎么回事 李大妈手扶着胸口说 吓死我了 我儿子说你家玉成在酒桌上隔腕了 正直一听 急忙穿上了衣服就赶往医院 女婿焦玉成是正直介绍给女儿郑小慧的 当时她女儿是一家公司的副总 而焦玉成从部队转业到正直所在的国企工作 正直看上了焦玉成的老成持重 就介绍给了女儿 他们两个人认识不到半年就结婚了 第二年 郑小慧就生下了儿子 正直本以为自己今后的生活就是享受天伦之乐 谁知道老伴突然患上了脑溢血 偏瘫在床 女儿和女婿的公司这个时候也都进行了改制 郑小慧成了公司的总经理和大股东 而女婿焦玉成则买断工龄 回家成了待业中龄 由于家中有病人 女婿焦玉成选择在家做全职老公 让妻子一人在职场打拼 她的生活成了男主内 女主外 可是让焦玉成没想到的是 这种生活模式彻底改变了 他们夫妻二人的生活轨迹 这是为什么 女儿郑小慧事业有成 脾气也随着她的成就不断地涨 她回到家中以后 看焦玉成就不顺眼 总是对她指手画脚 聚高临下呼来何去 正直看不惯女儿的做法 都觉得这是老伴 从小对女儿太浇惯了 但是她又想想 女儿现在成就比自己大 而且她们年轻人 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只要女婿焦玉成 自己不觉得憋屈 那她还是少管闲事为妙 时间过得很快 正直的老伴在65岁那一年 因病去世了 而孙子这个时候也上了幼儿园 女婿焦玉成啊 她就有了时间 所以她就出去找了一份工作 由于焦玉成 没有一技之长 她拿到手的工资 比当地的最低工资 高不了多少 正直就发现 女儿就越来越不把女婿 当回事了 不仅对她没有好脸色 还经常说她情商低 没出息 正直看着女婿受欺负 她心里也难受 但是错的毕竟是自己的女儿 她除了在生活中 安抚女婿焦玉成以外 她也不好对她们的夫妻 去说些什么 所以呢 女婿心里的憋屈 她是能够想到的 但是她绝对没有想到 憨厚的女婿 竟然会喝酒以后自残 正直在去医院的路上 就给女儿郑小慧打电话 告诉她焦玉成喝酒出事了 郑小慧听了以后说 活该 挣钱没本事 喝酒就找事 正直说 她不是喝多了 她割腕了 正在医院救治 你赶快来吧 郑小慧说 我在外地出差 去不了 正直只好一个人 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 她一进急诊室 一眼就看见了女婿 焦玉成 只见她手腕上 缠着绷带 神情憔悴 脸色苍白 坐在一旁 身边还有几个 一起喝酒的人 陪着她 正直急忙上前 询问情况 医生说 她已经给焦玉成 伤口缝合了 喝多久 也给她洗过胃了 现在没有多大的问题 回去吃消炎药 休息几天就行了 于是正直 他们几个人 就把焦玉成 带回家 安顿她 上床休息 安顿好女婿后 正直陷入了沉思 正直知道 女婿平时并不好酒 今天居然喝得 进了医院 这里面一定 另有隐情 正直想等 女婿焦玉成 明天酒醒了 再问问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正直晚上 她睡不着觉 她反复思考 觉得女婿自残 肯定和女儿 郑小慧有关 于是她就再给 郑小慧打电话 让她明天务必回家 看看焦玉成 让正直 再次感到意外的是 女儿竟然回答说 我还要工作 没有时间管她 这是焦玉成 自作自受 说完以后 郑小慧就挂了电话 你看这一家小夫妻 女婿酒后自残 女儿不管不问 还说她是自早的 你说他们夫妻关系 怎么到了这个份上 正直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个晚上翻来覆去 没有睡着觉 第二天早上 正直送孙子上学回来以后 看见女婿焦玉成 已经醒了 她就搬了个板凳 坐在焦玉成的床前 关心问道 玉成啊 你平时不喝酒 昨天怎么喝那么多 是不是遇到什么 不开心的事了 焦玉成啊 闭着眼睛不说话 只见大滴的泪水 从她的眼中滴落 男儿有泪不清痰 只因为到伤心处 正直见女婿这样 就轻声地问道 是不是小慧和你闹矛盾 正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女婿接下来的话 竟然直接让她陷入了 尴尬之中 原来啊 女婿焦玉成告诉正直 郑小慧在外边有了情人 过去郑小慧对她不好 她以为是郑小慧工作忙 烦心事多 所以心里啊 并没有在意 事实上 他们已经好几年 没有夫妻生活了 后来啊 是邻居 旁敲侧击地告诉她 郑小慧在外面有相好了 也是一个经商的老板 她经常和那个男的在一起 家属院里啊 有好几个邻居 都见到过他们两个人 昨天晚上在喝酒的时候 有一个人呢 也喝多了 他当着大伙的面就说 焦玉成 窝囊 焦玉成就感到羞愧难当 喝多酒以后 就格外自缠 正直听了以后啊 是又气又担心 生气是因为女儿的行为 极不光彩 担心的是怕女婿 一气之下提出离婚 过去女儿和女婿 虽然不和谐 但是没有原则性的问题 现在女儿在外面有了情人 这不仅仅伤害了焦玉成 更会破坏了整个家庭 不过呢 正直不相信女儿 会做这样的事 这说不定是外人的谣传 所以啊 她就劝女婿说 你放心 我肯定会查清事情的真相 如果小慧在外面真的有人了 那我绝不会袒护她 正直啊 下定了决心 要劝说女儿和女婿 和好入图 老人劝说女儿回归家庭 女儿的回答令她大失所望 如果父亲不接受她的选词 她以后没什么事 也可以不回家 劝说不成 女儿反而起诉离婚 还提出了更加过分的要求 女儿明明是婚姻中的过错方 她要求把财产和孩子都判给她 老人深知劝何无望 可她又不想女儿的家庭破碎 那么接下来正直老人会怎么做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来了民法典 背叛女儿的父亲正在播出 当天下午 正直趁女婿不注意 就悄悄地给女儿打电话 让她回家和焦玉成好好谈谈心 郑晓慧一听和焦玉成有关 她就推辞说 我真的有事回不了家 听到这儿啊 正直就火了 她冲着女儿喊道 郑晓慧 你做事别不知轻重 如果你今天再不回家 明天我就到公司去找你 晚上女婿和孙子都睡觉 正直就坐在客厅等女儿回来 可是一直等到了半夜 她也没有看见女儿的身影 所以她决定第二天到公司去找她 第二天一大早 正直就到了女儿公司的楼下 在大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 她看见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公司门口 一个中年男人开着车 女儿郑晓慧从车上下来 并且和那个男人亲切地告别 他们两个人的举止很密切 显然关系不正常 正直就气急败坏地走上前去 正直就气急败坏地走上前去 正直就突然看见了父亲 瞬间他也有些慌张 他就示意那个男子开车赶快走 等车开走以后 正直就问 爸 你来公司干什么 正直趴在公司门口批评女儿 引起关注 就把他拉到了一边 严肃地问 刚才那个男人是谁 你和郁晓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晓慧满不在乎地说 他说我生一伙伴 我和郁晓还是老样子 女儿不承认有外遇 正直呢 他也不好去说什么 他只好苦口婆心地劝他 小慧啊 郁晓是个好男人 人老实又顾家 这样的男人不多见 你可不能欺负他呀 郑晓慧听了以后 我耸耸肩没有说话 转身地就进了公司 看着女儿远去的背影 正直站在那愣了许久 他不明白 女儿怎么成了现在这个德行 郑玉成确实是个 不可多得的好女婿 正直不想眼睁睁地 看着这个家就这么没了 该怎么办呢 正直知道 女儿的心里 已经没有了女婿的位置 他就回想 当年老伴生病到去世那几年 都是女婿跑前跑后照顾 任劳任医院的伺候 经常在医院里值班 老伴喜欢吃饺子 女婿就变着花样包饺子 而女儿除了给钱以外 很少去医院探望 总是说公司的事务多 忙 要赔客户应酬 女婿虽然工作一般 收入不高 但是她的朴实和孝顺 感动了郑晓 想到这儿啊 郑晓就决定 一定要再和女儿好好谈谈 一定要挽救女儿的婚姻 郑晓再次到了女儿的公司 她这次直接了当地 对女儿郑晓慧说 焦玉成已经知道 她在外面有情人了 而自己作为父亲 也无法接受 女儿婚内出轨 要求她和情人断绝关系 回归家庭 和女婿好好相处 郑晓慧一看瞒不住了 她就坦率地承认 自己确实在外面有了外遇 那个男人 可以给她事业上的帮助 并且说 开工没有回头见 既然是自己对不起郑玉成 那么郑玉成想离婚 随时都可以 如果父亲不接受她的选择 她以后没什么事 也可以不回家 趁之一听 这女儿毫无悔意 更不想维系她的婚姻 所以她就气得当场拍桌子 妇女二人不欢而散 眼看女儿顽固不化 郑晓明白 自己根本没法说服女儿 她只能默默祈祷女儿 能自我反省 回心转意 可让郑晓慧没有想到的是 等来等去 竟然等来了女儿 向法院起诉离婚的诉讼文件 这让郑晓慧差点气出病了 女儿郑晓慧在《离婚诉状》中说 她与郑玉成婚前感情基础不牢 婚后夫妻性格不合 郑玉成事业无成 感情已经破裂 请求法院判决他们离婚 并且判决财产和孩子的抚养权 归他所有 郑晓看完女儿的诉状 差点气晕过去 郑晓决定 在女儿迷途知返之前 挽留住忠厚老实的女婿 他对郑玉成说 我知道这件事情 是小慧做的不对 但是你们婚姻来之不易 爸希望你看在孩子的份上 不要和小慧离婚 爸帮你一起做他的工作 郑玉成叹了口气无奈地说 爸我听说法院判决 都是向着妇女和儿童 这离不离婚 我说了也不算 但是郑晓通过这一番话 可以看出来 女婿心里也是不想离婚的 郑晓思来想去 如果有女儿任性下去 不仅会让邻居看笑话 也会毁了自己全家的清白 他无论如何 都要阻止女儿离婚 于是他天天去 公司找郑晓慧 要求他撤回起诉 但是每一次都遭到了 女儿的拒绝 郑晓慧对郑晓摊牌说 爸我已经和生意伙伴同居了 等我和郑玉成离婚以后 我们两个人就结婚 郑晓是气得浑身发抖 女儿不愿意回心转意 他就告诫女儿说 既然你不顾家和夫妻感情 你就不要怪我这个爸爸 帮你不帮亲 郑晓对女儿彻底失望 决定帮助女婿和女儿打官司 你就跟他把官司打到底 既要争孩子 也要争财产 女儿建称夫妻二人并无共同财产 老人却做出惊人举动 女儿公司每年的盈利情况 都会告诉老伴 把老伴生前记的笔记找了出来 然后提供给了女婿 郑玉成 女儿声称自己的公司属于婚前财产 那么郑玉成是否能分得公司盈利份额 在民法典实施以后 夫妻共同财产又有哪些新规定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来了民法典 背叛女儿的父亲正在莫出 回到家中 正直义正词言地告诉女婿 玉成啊 既然郑小慧执意要起诉离婚 你就跟他把官司打到底 既要争孩子 也要争财产 爸帮助你 郑玉成听后十分感动 虽然妻子郑小慧有错误 但是他毕竟是岳父的亲生女儿 老丈人的胳膊肘 不往里拐往外拐 郑玉成的心里听了以后感到很温暖 不久法院开庭审理了 郑小慧诉郑玉成离婚案 他们双方都请了律师代理 正直也到场旁听 辩论结束后 法官征求他们双方最后的意见 郑小慧说 自己经济条件好 收入比郑玉成高 他抚养孩子 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在财产的分割方面 婚后没有积累起夫妻共同财产 自己虽然是公司的股东 但是那是根据婚前 在公司的工作经历而定的 公司也没有分配过红利 现在公司是负债经营 没有财产可供分配 所以他愿意分给 郑玉成一套小房子 对于郑小慧的这个调解方案 郑玉成不接受 他说孩子是男孩 跟着自己感情深 自己抚养更适合 郑小慧在公司的股份 是婚后取得的 价值上千万元 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 负债经营那是不可能的 要求财产平等分割 他们除了子女抚养以外 主要争执就是 郑小慧在公司的股份 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还是一方的财产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法律焦点 如何认定婚姻关系当中 夫妻一方财产 它是指夫妻关系 其存续期间不属于夫妻共同拥有 只属于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我国婚姻法第18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一 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 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 获得的医疗费 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三 遗嘱或赠予合同证规定 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四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除了上述规定以外 还包括双方婚后约定 属于一方所有的财产 那么就本案而言 郑小慧和焦玉成结婚以后 他们没有商量过财产的归属 所以不存在协商归属的情况 郑小慧所在的公司 是他结婚以后才改制的 也就是说 股份是在婚后取得的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 生产经营的收益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郑小慧在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取得的公司股份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问题是郑小慧说 公司资不抵债 焦玉成如果不能举证证明 公司有盈利 他就只能就公司的股份 主张分割 由于他们夫妻双方 各持己见 法院的调解没有成功 郑职在旁停了庭审以后 发现局面对女婿不利 他就想帮帮女婿 他就回想起 老伴生前和女儿关系很好 女儿公司每年的盈利情况 都会告诉老伴 老伴为了防止遗忘 他都用本子寄了下来 郑职回家以后 就翻箱倒柜 把老伴生前寄的笔记 找了出来 然后提供给了女婿 焦玉成 还让女婿请的律师 给自己做了调查笔录 提供了女儿出轨的证言 焦玉成就讲相关的证据材料 提交到了法院 并且请求法院 对郑小慧的公司 进行财务审计 看到焦玉成提交的材料 郑小慧的律师就告诉他 这些材料如果查证属实 郑小慧有婚外情 并且在离婚时隐匿了财产 法院就可以判决他 就隐匿的部分 少分或者不分 并且他在有配偶的情况下 又与他人同居 是有婚姻过错的 到那个时候 焦玉成不仅可以多分夫妻财产 还可以向他主张损害赔偿 希望他认真考虑 最好调解离婚 郑小慧是个明白人 几天以后 他的律师就代表他 主动提出了和解 就孩子的抚养权 和财产分配做出了让步 最后 他们双方达成了 调解离婚的协议 夫妻财产平均分配 孩子由焦玉成抚养 郑小慧每月支付 3000元的抚养费 这是当时法院 做出的判决和调解 可是这起离婚案 如果发生在2021年1日 民法典实施之后 结果就有所不同了 因为民法典 关于夫妻一方财产范围的规定 有一些变化 具体是哪些变化呢 我国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 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一 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 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 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 三 遗嘱或者赠予合同中 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 四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我国民法典 将婚姻法第18条表述的 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 获得的医疗费 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修改为 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 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 由此可见民法典将人身损害赔偿 包括医疗保险和重大疾病赔偿等 均视为个人财产 这也就是说 投保获得的保险赔偿金 疾病理赔金等 在民法典的规定下 均是个人的财产 同时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 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 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而在婚姻法当中 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是 生产经营的收益 这个投资这两个字加进去的变化 就意味着什么 即使本金属于个人的财产 但是在婚后 由于其投资收益的部分 也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 所以我们来做个总结 夫妻一方的财产 现在就属于一个是婚前财产 一个是双方约定的财产 还有一个人身损害的赔偿款 再加上个人专用的财产 就是男的衣服 女的不能穿 女的衣服男的不能穿 那让我们再回到案件的本身 郑小慧离婚以后 从家里就搬了出去 郑职因为舍不得孙子 她就继续和女婿住在一起 平时 郊玉成上班的时候 郑职就在家中帮着照顾孩子 可是半年后 郑职突然接到女儿郑小慧的电话 表示自己后悔离婚了 这是怎么回事 女婿焦玉成 会原谅女儿郑小慧吗 一天郑小慧哭着给郑职打电话 说她被生意伙伴骗了 对方不仅欺骗了她的感情 还骗了她投资不良资产 导致她蒙受重大经济损失 而且郑小慧对自己轻率的离婚 也表示了后悔 郑职放下电话以后 急忙赶往女儿的公司 看见女儿面容憔悴 精疲力尽 听女儿哭诉了受骗的经过以后 她感到特别心疼 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当初你离婚的时候 我就帮郑玉成 她不是帮外人 我是在帮你挽留婚姻 现在你要吸取教训 振作起来 玉成看在我的面上 肯定愿意帮你 同时也会同意你回到家中 郑职回家以后 等到孙子睡着 她就把女儿被骗的情况 告诉了女婿郑玉成 并且希望女婿能够同意 郑小慧回归家庭 郑玉成听了以后 沉默半场 然后表示 爸 现在小慧借钱回家 都没有问题 但是浮婚一事 我再考虑考虑 小慧做的事 伤透了我的心 损失的钱 可以再挣回来 但是我们还能不能 回到过去 我实在是没有把握 郑职就告诉她 女儿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请郑玉成 看在她的份上 和郑小慧复婚 郑玉成就表示 要想一想 郑职觉得 女婿要求合理 她就私下给女儿打电话 希望女儿能够主动一点 慢慢让孩子 和郑玉成接受她 第二天 郑小慧就尴尬地 回到了家中 而且主动做了一回饭 郑玉成在一旁 默默地帮忙 儿子则高兴地 围着郑小慧 不停地叫妈妈 郑职看到 女婿和女儿相处 虽然还有些拘谨 但是她相信 经过努力 他们一定会和好 女儿和女婿 今后的生活 也绝不会再闹矛盾 她心里 已经多少 感到了一丝安慰 观众朋友 像郑职这样 同情达理的老人少见 她把女婿 当做了自己的孩子 对视不对人 向理不向亲 看似胳膊肘向外拐 实际上在维系婚姻和家庭 明年实行的 我国民法典 将人身损害相关的赔偿和补偿 界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 这有助于保护 夫妻中遭受损害的一方 同时将投资的收益 界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公平地维护了夫妻 共同投资的权利 我们每个人 只有懂得了自己权利的边界 才能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尊重他人的权利 夫妻之间也不能例外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要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您关注栏目公众号 再见 女孩为了与前男友复合 聘请情感顾问做指导 和前男友的关系关合 可在最后的求婚环节 女孩却失败了 复合失败 女孩怒将情感顾问 告上了法庭 法院会怎样判决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来了民法典 私人定制 求复合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